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同样的衣衫 同样的笑颜 和你手拉手转圈圈 吻我的脸 靠在你的肩 品尝着爱情的甘甜 点洗了我的皂纤 亲吻鲜花和誓言 月亮星星照样 只想陪你一起看 胸口给的心安 拥抱给的温暖 可不可以约定到永远 你说我是你什么人 爱情呀 你怎么是你rum小词 馆里不约到你 优优独播来ог级 你自己想喝 你这样看 吻不温暖 你不想喝 我使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减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太太离家出走了 还想强吻你 你小声点 这么大的声音 保安都听见了 我们就是想听更多的细节吗 没有细节 总之啊 她就是个变态 天天自己绯闻满天飞 还管着我 真的是把所有人 都当私有财产了 反正你们都是合约结婚 人人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骆小夕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典型粒子江少凯 不提那糟心玩意儿 你别吃了 你一吃凉了就痛轻 甜食能刺激我体内多巴胺的分泌 我现在需要安心 这还不简单 走着 果然满满满 让人开心啊 就是 陆总 让简安接电话 简安啊 她没空 倒是您啊 一边优惠旧情人 一边要红小娇妻 您是真忙啊 简安 等等我等等我 你又去优惠酒吧呀 我马上来啊 你干什么啊 不说了 拜拜 陆总 你在干什么 简安这是帮你出主意 以笔之道 缓之笔试 啊 你在外面等我 布总 你可算来了 感谢您为我们酒吧 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什么活动 简安人呢 您放心 陆太太啊 已经交代好了 各位 大家安静一下 今天 陆总 已经抵达我们的活动现场 按照我们活动规则 凡是能成功 壁东陆总的人 即可获得 酒水免单大奖 对不起了陆总 你干嘛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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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别走啊 有埋伏 陆总 快开车 耶 小夕啊 嗯 刚刚是有点太过分了 这有什么的 敢欺负我姐吗 不给她讲颜色看看她能长激情 啊 嗯 你放心啦 我保证 过不了多久 她就会主动给你道歉 但愿吧 哎 你在看什么呀 嗯 表演的艺术 是啊 我要进军演艺圈 小夕加油啊 你调人这么好 肯定是没问题的 啊 看好你哦 陆博言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花心大萝卜 你太令我失望了 妈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的行吗 我不管啊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不 两天 就两天时间 你把我那个宝贝儿媳妇给我找回来 哼 要不然你也别来见我 妈 喂 陆总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没事吧 没事 陆总 你跟苏小姐什么情况啊 她离家出走了 哦 换换我也不想见你 不是陆总 你别误会啊 我的意思是 你跟韩小姐在酒店的事情 传得沸沸扬扬的 苏小姐能不生气吗 是错了吗 不是明天有拍摄吗 怎么今天喝这么多 你走开 轮不到你管 吕超人 去拿毛巾给他擦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什么样子 你 什么样子 不都是因为你 我之前的话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对吧 薄言 求求你了 不要再对我这么冷漠了 你先冷静点 我不管 你放手 我不放 自己给我清醒点 这苏小姐 肯定是看了网上那些八卦新闻 然后她就脑补了一些画面 所以你倒是说说 你有什么办法呢 跪下 跪下 根据信息显示 在中国 夫妻双方 女方生气 男方就毫不犹豫地跪下 这99%都能取得原谅 这也是最快 跟最有效率的解决办法 不可能 宋花 宋气 珠宝首饰 包纸百片 她不会稀罕她 这样吧 你帮我安排一则声明 我要澄清误会 你身上没有 他会说 宋花 没有 适应 对 有 嗯 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必须这样吗 韩小姐 陆总本来想亲自召开记者发布会 来澄清这件事情 可考虑到陆氏集团单方面的澄清 会对韩小姐你的声誉和名誉 造成很大的损失 所以我才来和韩小姐沟通 只要我们能够达成统一的口径澄清 双方的损失也就能降到最小 这真是博言说的 毕竟韩小姐在公司奋斗了这么多年 陆总还是会考虑你的 只要你不给她添麻烦 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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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要去哪儿 我这几天啊 发现一家特别好玩的酒吧 正好没有陆薄言 咱们两姐妹呢 可以好好喝一杯 继续帮你找找灵感 又喝 干脆我们去书店吧 那都无聊啊 我才不要去 宁爱 爸 所以你和韩若曦 你交代清楚了吗 已经都交代清楚了 保证统一口径 和您一个清白 喂 喂 陆总 简安被他爸抓去 继承内衣公司了 你快想想办法呀 怎么回事 都抱上 抱得好近 你跟陆薄言的婚姻 是不是有问题 爸 没有的事 那个陆薄言和韩若曦 只是朋友吃个饭而已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的媒体 就喜欢夸大事实 这陆薄言和韩若曦的 绯闻还少吗 我翻了过去几年的新闻 全是他俩的绯闻 有鼻子有眼 我是看你们俩领了结婚证 才相信你们俩青梅竹马 破镜重圆的故事 骗子 骗子 两个小骗子骗老骗子 再骗我 这 这 这胡说 我们是真爱 别装了 装啥呀 知识女莫若夫 赶紧喝到礼物 老老实实回来继承苏实利人 爸 不是说结了婚 就不用回家继承公司了吗 那你结的这是个什么婚呢 刚结婚你就绿了 你趁走 把她给我签了 我才不要签呢 骆白衍 你欺负我女儿的事情 我不多说 从今往后 咱们两家再无瓜葛 薄言 你赶紧告诉咱们吧 简安是我的妻子 永远都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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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放开 还没出公司呢 做戏得做全 感谢 医生 我觉得我病还没好 我不能出院啊 江少凯 你的身体很健康 完全没有必要再出院了 我突然觉得心口好痛 我觉得我快死了 我需要语气 医生救救我 医生 医生 娟儿卡 我看医生面色凝重 你不会得什么绝症了吧 呸呸呸呸 乌鸦嘴 简安呢 他有事 让我来看你 看我 我看你早就忘了你的救命恩人了吧 你负伤 你英雄 那是 当天要不是我挺身而出 你早就被蛇咬了好吗 我背后有 手够不着 你已经闭了好了 我会操断了 我可以把这个银子处下来 我岁月就不得了 你什么时候 也在线上 也是 你什么时候 我咬得这么凶 我可以再勿承そして 你这小家人 我我可能的 这小家人 我 我可以 你那时候 我可我 我才叫你 我爱你 我 już 好爽啊 给我弄一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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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为你刚才救了我 我就会感谢你 都是你害的 哎呀 放开我 你想干嘛呀 我又不是韩若曦 简安 你跟韩若曦我一直分得很清楚 哎呀 你跟韩若曦想干嘛 跟我没关系 你自己看看 这什么呀 看啊 陆氏集团总裁助理沈月川 与女星韩若曦 目前出现在某商业活动现场 并对此前陆薄言与韩若曦酒店优惠的绯闻 进行了澄清 各位 陆总和韩小姐合作多年 此前分别在永安市场 进行各自的工作 住住同一家酒店 这也是集团统一安排预定的 另外 陆总绝对是一位 忠于婚姻 忠于家庭的好丈夫 她和陆太太感情非常稳定 请大家不要妄自猜测 的确是这样的 那天呢 我正好去拍摄一组杂志的照片 另外呢 我还有一部新戏正在准备 醉酒和失态的状态 其实是我下部戏中角色的需要 而且当时 岳川也在现场 感谢陆总和岳川 让我以更好的状态去面对新戏 给大家造成的误会十分抱歉 也谢谢各位对我的关心 谢谢 苏妖姐 别相信网上那些八卦和绯闻 多相信一下陆总好吗 你现在能理解了吧 我跟韩若曦真的没什么 之前的绯闻都是狗仔捕风捉影 不过 我可以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行吗 沈岳川给我停车 苏妖姐 我们现在正在去往永安市的路上 已经上高速了 没法停车 前几天啊 陆总在永安市得知您住院的消息 就放下所有的合作会议卡回来了 现在永安市的几个合作伙伴 给陆总最后一次谈判的机会 如果这次再耽误了 那损失就大了 岳川 好好开你的车吧 你怎么不早说啊 你下手也太狠了吧 你病好了不出院 这是浪费医疗资源 你又不是医生 你瞎擦个什么 还敢拧嘴 你信不信我给你扎两针啊 陆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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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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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陈总和陈泰 这是远光的李总和李泰 你们好 你好 你瞧瞧人家 对老婆多上心 你一天端晚就知道工作 好好好 我以后啊 向陆总学习 抽时间多陪陪你 那我们开始吧 好 行 等下我们赌饭嘛 谁赢了谁请吃饭 行 没问题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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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宽肩窄腰 好身材啊 人长得又帅 还直到心疼老婆 陆太太 好福气啊 谢谢啊 陆太太 你果然是名不虚传 不仅人长得漂亮 小说写得也好 难怪陆总为了老婆 生意都可以不谈了 你们看过我的小说 当然啦 陆总推荐给我们的 看到我啊 都开始想念我的初恋了 真的吗 我看书里写的 你跟陆总青梅竹马 那个只是小说 不是真的 不过我妈妈和薄言的妈妈 从小就认识 我们初中倒是一个班的 我就说嘛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不过后来她转学了 我们都好多年没有再见了 再续前缘啊 那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啊 聊你太太的小说 陆总跟陆太太啊 真是打小的缘分 也是 对了 你要不要练一下 嗯 我不会打 就是不会打才要学的嘛 你看老李 什么时候关心过我 你们两个先去吧 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错 你居然还记得 集合 集合 同学们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在这里集合 现在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 好 大家注意安全知道吗 好 不要乱吵了知道吗 你想玩这个啊 这个你玩不了啊 为什么呢 我刚刚去买票了 可些人家不卖过 为什么不卖呢 因为你那么胖 要是把摩天轮压塌了 我还得赔钱 就你上 我讨厌你 你别走啊 我逗你呢 当年就是你害我没有做成的 所以呢 我今天补上 好吧 今天就算你将功赎罪啦 嗯 多傻大人的外头 只想找到你依靠 借我孩子的笑 耶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多远只要你说需要 你知道 有个关于摩天轮的传说吗 恋人是不能做摩天轮的 不然他们就会分手 幼稚 是真的啊 除非 在摩天轮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他们接吻 就不会分开了 噢 幼稚 啊 不然 太好 对你 要是 对你 要是 多并 你 得 我也 需要 是 一 就是 你 我 是 这瓶水会玩 贝贝不会玩 怎么了 简安 你肚子疼 多怪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再不会吃那么多冰激凌呢 你的 我都没有 你想想伴 你 жить 那这样 你二十总 那这样 你二十总 你二十总 你三十总 你二十总 你二十总 希望把你别人 可以 宁安 我一十总 不用了 陆薄言 我想要为什么呀 怎么办 怎么说呀 这样吧 我先去帮你煮点红糖水 等我一下 不是 等我一下 怎么完了或是谁 简安 这款是棉质的 它比网状的更贴身柔和 还有 这款 这款也是棉质的 但是更薄更透气 还有 这款家常型的 让你夜晚三百六十度 不会测漏 是你安睡一整晚的好选择 你选哪种 就它了 对 这个陆薄言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贴啊 陆薄言就是一个魔鬼 不能被他的唐衣炮当蛊惑 他不可信任 顾总这样的三好男人 天底下能有几个 想想都流口水 再不下手 就完了 哼 他从小就胡黑狡猾 居然还研究卫生巾 分明就是个变态 堂堂总裁能放下身段 如此细心 这才是男人中的鸡品 嗯 从一开始结婚 他就是在做戏 这些都是他部下的陷阱 那也是甜蜜的陷阱 爱你的陷阱 多少女人想破进去 都没这机会呢 简安 你必须听我的 连路薄言远远的 听我的 想想陆总温柔的生存 那坚实的胸肌 快去占有这个极品美的 简安 你是不是在里面睡着了 才没有呢 你赶紧趁热喝吧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你还疼吗 你想干吗 我手暖帮你揉揉 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好一点点 我吗 拖下大人的外头 只想找到你依靠 借我孩子的笑 耶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多远只要你说需要 出现就像一秒 你举办的出稿 我温柔的圈套 怎样你才能收到 心动的讯号 我不懂你骄傲 只想要对你好 偶尔的吵吵闹闹 河越海越少 不终于那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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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的讯号 我不懂你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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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一盏灯的感觉 不计你爱的拥抱 只有你能治疗 无论你怕说的外表 只想要紧紧的抓脑 拖下大人的外头 只想找到你依靠借我孩子的笑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多远只要你说需要 出现就像一秒 你举办的出稿 我温柔的圈套 怎样你才能收到 心动的讯号 我不懂你骄傲 只想要比你好 偶尔的吵吵闹闹 偶尔的吵闹闹 偶尔的吵闹闹 偶尔的月还又笑 你举办的吵闹闹 是和我一起老 警告所有的烦恼 别来做热闹 没有谁能退老 想对你一直好 而变得牢牢叨叨叨 只需你来找 我把你带走 你认识 你来似乎 我把你带走 继续 我把你带走 你在很好的 而且你带走 你带走